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文章叫做 人生三境界 越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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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一起来听 有句这样的台词 人就是见自己 见天地 见众生的一生 人的可贵在人自身 因为他能够不断地完善自己 我们除了看遍世间喧嚣 人间繁华 也要经常向内探求 认识自己 重塑自己 愉悦自己 不断实现自我提升 才能活出自己的价值 一 越紧是一种修行 六项经济中提到 当一天结束后 我们应当回顾当天自己的所作所为 并进行反省 这点非常重要 特莱茨也写过 人生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认识自己 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审视自己 顶期复盘 对做过的事 说过的话 在安静的时候一一剖析 坚持对的 并记错的 如园丁修剪树木般的日常 这样 我们的人生方向才不会偏颇 才能取得梦想中的成功 战国策记载了一个故事 秦王银正眼看即将统一六国 不禁骄傲了起来 这天 有位老者不远白领求见银正 见面后老者说 我从家中出发 走了十天 行了九十里 又走了十天 行了十里 银正打断他 九十里你走了十天 十里你也走了十天 老者回答 开始的十天 我走得很快 但只剩十里时 我很累 也没有了拼近 每一步都很辛苦 所以九十里 只能算一半的路程 银正听完恍然大悟 他明白了老者的苦心 审视反省自己后 更加羞愧难当 从此 银正虚心谦逊 多方谋略 全力投入到 统一六国的大业中 不久后 果然如愿以偿 正如莎士比亚所说 知错就改 永远是不嫌迟的 安不妄威 胜必律衰 乐己就像一面镜子 它能将我们的错误筛选出 使我们有改正的机会 圣人知道 就是在每个人的心中 有时候 向外追求真理倒是大错特错 我们应当向内找寻 坚持乐己 打破外物 才能见得真空 二 乐己 能够未来可期 每个人只有不断地超越自己 破除边界 才能拓展人生的无限可能 曾看过这样的报道 有人从几乎零基础的英语 竟然一时读到了剑桥大学的博士 他说 靠着一股劲 不断地重塑自己 挑战自己 是打破自己的唯一方法 2021年 写微城的陈年喜活了 上世纪90年代 陈年喜在野岸清化边 从事矿井的爆破工作 虽然工作辛苦 但陈年喜没有荒废业余时间 一有空就读诗写诗 甚至在报纸机器时 偶尔来了灵感 想出了一些诗句 一下班 他就会把它们 记在公分本子上 或者扎扬箱上 后期再去修改和完善 然后投稿 三十多年的时间里 陈年喜陆陆续续 发表了似无百首十个作品 散文非虚构类文学 约十余万字 不禁想起了 得知他母亲 时的矮晚期消息后 陈年喜所写的 炸裂志 让人动容 我在五千米深处 打发中年 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 借此 把一生重新组合 我微小的亲人 远在山山脚下 他们有病 身体落满灰尘 我的中年栽下多少 他们的晚年 就能延长 正是陈年喜的 不断突破自己 让他得到 今日的硕果累累 2021年 他出版了 《活着就是冲天一寒》 和微尘 最近 一地双百 即将与读者见面 陈年喜的诗 也在叫顶当中 确实 每个人的人生 都不设限 人生就像登山 如果碌碌无为 不思进取 那么 一个人可能看到的 就是动物粪便 草木拥挫 如果不思新郎 勇于攀登 到了半山腰 就可以看到 参天大树 满眼碧绿 如果摇紧牙关 迎南而上 抵达山顶 那木极之处 皆是风景 鸟看大地 仰望苍穹 层鸾叠杖 已然盆景 月季 让你不断地 打破内心的 心理高度 收获不一样的 事业和格局 理所当然 未来也必将可期 三 月季 追求的终极目标 活着不是为了 取悦世界 而是懂得 在这个世界里 取悦自己 于飞鸿告诉我们 人生是我自己的 何须靠他人 获得满足感 确实 只有月季 才能做到 人生不需此行 宋朝的李清照 少女时期 就敢于表达自己 敢于取悦自己 藐视当时 男子做归因的传统 再一次 当秋千后 依然写下了 点降唇 醋把秋千 起来雍整 鲜鲜手 路浓花瘦 薄汗 青衣透 剑客入来 袜铲 金拆溜 何修走 以门回首 却把青梅秀 活泼可爱的少女 刚当完秋千 浇灭如花 薄薄的一层 细汗浸出 沾湿了 贴身的衣服 这时 家里突然有客人来 女孩娇羞躲避 连鞋子都顾不得穿上 头上的金钗也掉落了 可是 调皮的少女 却无法抑制自己的好奇心 很想知道客人是谁 但又怕被人耻笑 于是假装 秀庭院中的青梅 偷偷回看 天真浪漫的李青照 在我们的眼前 活灵活现 做自己的她 那种水一般的明澈和清静 让人无法忘却 历经千年 依旧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朋友小倩 也是个高度越级的女孩 她不会瞻前顾后 畏首畏畏 为了名利 忍辱负重 过得痛苦 对于小倩来说 爱就是飞蛾扑虎 不爱了立马放手 于小刘刚认识一个月 就觉得 非比不可闪婚了 两年后 确定小刘外面有人 坚决离婚 虽然小刘苦苦挽留 看到新开盘的楼盘 马上办理买房手续 绝不托你带水 闲暇时运动 做SPA 出去旅游等等 小倩特立独行 活得相当自我 当然 这些底气 都来自于 她平日里 辛苦地坚守 努力地工作 作为公司总监 高管经理 她对自己的狠劲 是旁人无法企及的 欣慰的是 小倩达到她的终极目标 取悦自己 诚如一句话 所说的那样 人在社会上打拼 难免会为人情名利所累 但是懂生活的人 会把身心的自在和愉悦 放在首位 舒本华也说 只有一个人独处 他才可以完全成为自己 独处是对定力的考验 也是一个人最好的增值期 越紧 审视自己 认清方向 越紧 超越自己 先破后利 越紧 愉悦自己 身心自在 人生万般模样 我们只需认清自己就好 认真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把它过成 独一无二的限量版 那明天同为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咯 祝大家晚安 好梦 我来不见一切 我来谈认真对自己的 我来找关系 你到底有什么东西 我去找找找找找找找 Farm 我来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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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